穿著全身黑的男子 站在櫃子前觀望好一陣子 接下來開始東翻西照 拉開一層又一層的櫃子 大肆搜刮厘頭財物 之後更拿走汽車鑰匙 開著髒車揚床而去 妾嫌感如此大膽 就是以為自己已經關掉家中監視器 但沒想到屋主裝了兩台 另外一台監視器 將他的繁形排得一清二楚 大膽愜嫌半夜擅闖民宅 還拿著手電筒跟瑞士刀 路線從後院一直走到客廳 這座聰明拔掉監視器後 還搜刮皮包跟平板電腦 發現電視機上的車鑰匙 二話不說拿了就溜 車子當時就放在家裡的起樓下面 對 在凌晨3點11分的時候 愜嫌就直接這樣把車子直接開走 受害無主回想起來還是相當驚恐 因為家中當時還有老人跟小孩 要是欠嫌持刀闖入他們的房間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警方根據監視器以車追人 很快抓到這名嫌犯 原來43歲的誠信嫌犯 就有毒品跟竊盜全科 這次故技重施 結果聰明犯被聰明誤 現在要面臨擅闖民宅 以及竊盜等罪嫌移送法辦 記者和孟前喵孟傑新竹採訪報導